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下复习 整个章节评估计划的单词的复习 我们先看一看,看大家还记不记得 更新记录 记不记得这两个字 Elevation是什么 评估,前面这个呢,Consolation 咨询问诊,Consolation 问诊和评估 这个大家都认识吧 诶,客人哭了 还记不记得客人哭了要怎么办 诶,对,问他是不是要继续 登记表 登记表 主观评估计划的客人登记表 SOAP SOAP的考证率很大 necessary information sob 表单 SOAP表的必要信息 subjective 主观 主观 objective 客观 assessment 评估 plan 计划 这几个简单 我们接着看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level 沟通水平 visual visual 视觉 视觉 pv television visual emotional 情绪的释放 情绪的释放 concern all anxiety 担心和焦虑 flat back 平背 没错啊 jade 补态 posteral 对姿势 posterior view 后视 姿势后视 这俩一定要分清楚 这俩不太一样 upright 直立 tation 就记住这个怕了是病了 但是怕怕两个怕 这就不是病了啊 这个叫拍了拍 拍了拍 这个是处人 中间有个l 这个就不只是病了啊 这个 你们想一个怕是病啊 这个病怕怕谁呢 怕有人给他做出诊了 人家一给他做诊断 这病不就被治好了吗 所以病怕的是谁 就是出诊啊 怕了怕的就是出诊 拍了拍 paretation assessment 处诊评估 postered misalignment 姿势认出来了 miss是什么 对姿势错位 非常好 indigent sight 危险区域 危险区域 pony landmarks brachial plexus 对 避从神经 对 避从神经的骨性标志 是哪里啊 鎖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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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避从神经是从鎖骨下经过的 所以是鎖骨 palplated wrist lexus 手腕腕去实际上 这个就是万驱鸡 万驱鸡 populating 锅窝 palplated type of fibula 开始猜 开始猜 肥骨 啊 fibular 肥骨 肥骨 肥骨在哪儿啊 小腿什么位置 外侧啊 现在把手放在小腿的外侧啊 使劲拍骨下 就记住了这个fibular 是这个肥骨 那肥骨头是在小腿的 靠膝盖的位置呢 还是靠脚踝的位置呢 靠膝盖的位置呢 靠膝盖的位置 好 好 自己使劲摸一摸啊 就记住了 fibular 是这个肥骨 palplated letter of manuolus 哎 那个字 那个字 练怀 啊 外怀 脚踝的怀 一个足子旁 一个果 这个字练怀 一个骨头的骨 一个果 才能练磕 大家要把中国字也认一认啊 好 Dorsin-like pibis palplated Pepid 这个认识了吧 这是什么呀 触诊什么呀 pettit是什么 是脚 Dorsi是 背 触诊脚背 不认识字的啊 现在把小几本拿出来啊 哪个字写错了 没认识 赶紧写下来 这个叫足背 Dorsi是背的意思 脚背 pad是脚 脚的背面 脚背 触诊脚背 Apropiately touch 適当的触摸 适当的触摸 No more and fail 正常的接速感 对 hot and feel 硬结束 empty and feeling 好 那么什么是空结束 什么是硬结束 什么是软结束 and feel 结束感 就是这个关节运动 被制止了 关节运动 做趋 做身这些动作 做内收索 外展这些动作 被制止停下来 你在活动到一个角度的时候 停下来 为什么停下来 如果是empty 就是有损伤 有疼痛 因为疼痛停下来 这个叫做empty 如果要是说因为骨骼 抗拒 让这个关节不能再继续运动下去了 这个叫做hard 这种hard and feel 可不只是肘关节 刚才我听Lisa说是肘关节 不只是肘关节 很多关节都是这种hard 千万别想 一说肘关节就是hard 别的地方不是了 不对的 只要是由骨骼造成的 都是hard 那么soft 软结素呢 就是肌肉 ch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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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伤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前交叉韧带 前交叉韧带 没错啊 range of motion 活动范围 extensibility 对扩展性啊 扩展性 concentric contraction 很好向心收缩 active 活跃的主动的啊 active passive 谁说压力来着 谁说压力来着 举个手 哎如果要是把这看成压力了 考试的时候要注意了啊 你现在犯的错误 考试很有可能再犯啊 所以说呢一定要提醒注意 当你看到压力的时候要定睛再看一看 到底是压力还是被动 passive 被动 assist assist 协助 协助 这是协助 restricted 受限制 pay location poster 对 这三个可以理解为同一个东西啊 枕头 抱枕呢 靠垫啊 背垫啊 枕头垫啊 都是它 好 写这三个字呢 就是希望大家这个英文差一点东西都认一认啊 别回头题目刚中 被提的时候是披露 到时候给你换了 换成cushion了 不认识了 这样可不好 wiązky sht 对 taster s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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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剪刀的意思 剪切测试 说AC是空调的 把这个空调给我抄一百遍去 一般情况下 我们按摩考试当中 是不会出现AC当空调这个意义的 这AC是监索关键的意思 监索剪切测试 监索关节 简称AC 监索关节 对监索剪切测试 这个测试就是把两只手 同时前后放在这个肩关节上 对着压 向里面对着挤压 如果挤压产生疼痛 这个就说明什么呀 说明他的这个监索关节下面 还有他的这个 锁骨下韧带呀 锁骨下动脉呀 会有损伤 这个就叫做监索 剪切测试 这个主要是测试肩关节的 不仅限于这个胸口出口综合症 这个主要是肩关节损伤的 这是在活动范围苹果二里面说的啊 因为这个测试呢不常见 不常见 在提空中出现频率也很低 为了避免大家没见过这个把它认成这个空调啊 所以拿出来给大家认一认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Apply Scratch Test 这个测试是怎么做的吧 谁还能知道 这个是这个 都对啊 说的都对啊 这个测试主要为了测试什么呀 主要为了测试肩关节啊 内旋和外旋啊 这个叫 Apply Scratch Test Apply Scratch Test 诶 一样吗 对 这个叫Grading Test 对 这Apply Scratch的研磨测试 这个测试测什么的 还记得吗 诶 这是测试七关节的啊 测试七关节的啊 刚才这是测试监管节啊 大家把这两个看一看啊 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测什么呢 胸托出口出口综合症的哪一个部分 记住啊 A Edison 开头的 测试胸托出口出口综合症当中的斜脚肌 最上面的这个啊 斜脚肌脖子上的这儿 Cursoclavicular will never even test Eden 测试 还有什么呀 这个叫类锁测试啊 类鼓和锁鼓 类锁测试 都是测试胸托出口综合症 测试胸托出口综合症的哪一个部分 对锁鼓下动脉 锁鼓下动脉 锁鼓下动脉 因为它叫类锁测试嘛 所以说测试 锁鼓下动脉 Rights test 怀特测试 这测试什么 凶小肌 胸托出口综合症当中的凶小肌 法轮测试 这个测试测什么的 这个法轮测试是测试旺管综合症的 测手腕的 是这个 大家把这记住了 Mantos test Mantos test Mantos test 这是测结合的 就是做皮试的意思 Hermatocrit test 血浆 血细胞 比容测试 就是测血的 因为它前面有一个Hema 其实考试的时候 经常会类似于有这样的题目出现 就是这测试 我没见过 这个词我也没学过 但是在题目当中有blood 有血 血液 血浆 答案当中就只有这一个前头有着Hema 这个代表血液的字头的字 那你想一想就应该是这个 其实这个题目给你的不是为了测你认不认识这个测试 而是为了测试你 你认不认识这个字头 骨头骨骼 具体说一说 这个骨骼什么事情跟这个沃尔佛定律有关 就记住狼尺骨头了 这骨头啊 对于这个承载的压力越大 它的骨密度越好 越结实 你看从小在家里这个扛扁担的 那长大了 只要是食物够足够 越负重 营养越够越负重 骨骼越结实 你看这个美国小孩子 从小鸡蛋牛奶 大量的蛋白质 食物营养非常充足 然后人家还去练举重 去锻炼身体 他们的骨质绝对比亚洲人要强 当然了 现在亚洲孩子也在做锻炼什么 但是比较起来 他们的强度还是更大一些 安特定力 还记得这个吗 对没错 压力刺激的 浅刺激是激励它 重刺激就制止它 Manual resistive test 这个字叫什么 Resistive 这个字如果不认识的话 大家把这个写在自己的小笔记本上 单测本上 这叫阻力阻挡阻力阻碍 这个词经常会在题目当中出现 不一定在什么测试里面 它不一定在测试里面 但是阻力经常会在评估 还有一些分析题当中出现 这个字 Resistive Manual resistive test 这个叫手动阻力测试 这个测试是测试肌肉有没有力气的 比如说一个人你在那 你把他的手向右边推 他头让你对抗 他有这个力量对抗 证明他肌肉是OK的 没有力量对抗 证明他肌肉无力 就干这个 assessment skills 对Manual是手动的意思 好 看看这个 评估什么 skill是什么 skill是技巧技能的意思 skin才是皮肤 把它达成皮肤的 把这个字给我抄五十遍去 under stress 在压力之下 too much pressure 对 压力太大了 at ceiling of normal range 对 这是基准线 baseline 基准线 就是正常的基准范围 正 normal 正常的运动的基准线 二度或者二级的拉伤 palliative hospice 对 没错 估计疗法和临终关怀 hit neck 对 这是什么脖子 击中了脖子 eleviated right shoulder 抬高右键 toticulus 斜静 shoulder abduction pain 对 肩膀外展腾动 median equiculitis median equiculitis 说成是膝盖的同学 把这个字给我抄五十遍 内上科研如果要是还不认识 不清楚他的知识点 考试要吃亏 lateral equiculitis 外上科研 外上科研在什么位置 对 肘关键外扯 跟膝盖没有关系 round shoulder 圆肩 hypercyprosis lengthening 突背 胸椎只有厚凸 胸椎是没有前凸的 记住了 千万记住了 胸椎绝对做不到前凸 胸椎只有厚凸 或者是厚凸不足 腰椎只有前凸 或者是前凸不足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 胸椎前凸不了 凸不过去 这是什么 对 这 零星肌过度拉伸 然后又怎么样 这个是治疗 治疗 零星肌过度拉伸 要治疗谁 要治疗谁 零星肌 脊椎侧弯 不错 大姐现在抢答得很好 好 Restricted extension 对 同关键伸展收线 宽关键伸展收线 Lodosys region Lodosys是腰椎 对 这个region是什么 区域 腰椎在什么区域 腰椎前途是什么区域有问题 接着这个Lodosys L-O的这个 这个是腰 K-Y-P的 是胸 是后背 是后背 股盘前轻 股盘前轻 肌张力过高 高血压是什么 叫hypertension 而这两个字如果记不清的话 写下来对照一下 这个是叫肌张力过高 肌张力过高就是肌肉孤独紧张 股盘好轻 posterior pelvic Würth 股盘好轻 sicetic move 坐骨神经 standing up from squat Jamaica 从蹲着到站起来 posterior pelvic 大腿后侧 这个叫什么 PB是颈骨 腿骨是骨骨 颈骨和骨骨夹在一起 叫做颈骨关节 颈骨关节是什么 就是膝盖 就是膝关节 这是颈骨 这是骨骨 膝关节 额度肌建 阿基里斯肌建 也叫跟剑 抬起脚趾头 Rite on the pose 电脚尖不是电脚根 电脚尖 跳芭蕾舞的电脚尖 重要的事说三遍 跟脚根没关系 没有能力 虚弱无力 拒绝按摩 评估的重要性 凹陷性水肿 凹陷性水肿 震生的疼痛 这是炮诊 这是炮诊 带装炮诊 颠线没有发作 瘤巴结疼痛 对 看起来像癌变的纸 不规则形状的纸 对 发红不规则边界的 很糟糕的 什么呀 最后这是什么呀 变学 变学是个很糟糕的事情 胖光癌 腹痛 脂肪肌瘤 脂肪肌瘤 注射的客人 我们怎么样给他做按摩 怎么样避免 危险区 几次治疗后 疼痛就疼了 Frozen shoulder reassessment 重新评估这个冻结间 Assessment is complete 评估完成 Goals and strategy 目标和策略 Observation and reassessment 观察和重新评估 Increased appetite 增加食欲 还好 把整个的这一个章节 我们单词复习了一下 大家经过这个复习的过程 看一看 把刚才没有认出来的单词 写在自己的小单词本上 重点的要记一记